高辰 余先生 我过去一下 高辰 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我必须得告诉你 你说 韩芝 韩芝他去火车站了 他去火车站 他去做什么 他 他去南京 那个东西 对 我都去 阿姨 夫人请问去趟书房 说他一会儿就过来 我知道了 找韩寿明 他一个人吗 嗯 因为他听说 韩寿明去了南京 所以就要去投奔他 这都怪我了 是我一时糊涂就给他买了火车票 你真好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啊 爸 我这不是临时过来帮忙呢吗 我说怎么看着面身呢 高辰你听到了吗 韩芝他离家出走了 他逃婚了 连腰出大乱子了 不过还好 现在离火车开车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赶快去找他 我觉得来得及 他去南京 就是人要去找 他喜欢的那个见光呗 对不起 没事 这件事情 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因为影响了客人的心情 好 太太 太太 太太呢 窗帘怎么打开了 我不是关照过 书房的窗帘不用打开吗 这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是他们打扫的时候 给打开的 好 你出去吧 是 那我到楼下忙了啊 我去找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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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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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事 李先生 我送你去医院 李先生 李先生 金头 在死他们家 等着下手 要是让周洪志 听起来动静 那这一切都失败了 把我的死 也就没利益了 我不会的 你现在需要大夫李先生 我 我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没必要 让我留在住 李先生 对不起 我没保护好你 我早说吧 迟早会有这天的 不 这是 我的女儿 她连十九岁都不大 她人生的路上 还有 我很多的时刻 可能 我时候 也是有缺席了 你 你 李先生 在这个关头 千万别离开她 我不会离开她 拜托我你了 告诉我 我拜托你了 李先生 我保证 我会保护好孩子 让她有眼平平反爱的 让她有眼平平反爱的 我保证 你 你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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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来给我看什么 给我看啥 刚才是不是有人开枪 我好像听见枪声了 周先生 您听错了吧 外面在方便炮了 怎么了 周先生 那个 进去说话 别 里面人太多了 我带你去花园 好 你还不知道吧 军筒有人要杀我 是吗 消息缺解吗 千真万确 你得赶紧想办法送我出去 现在吗 当然 我的车就在外面 可是周先生 我现在走不了了 订婚典礼举行证 我要人一走 别人怎么说我呀 那我怎么办 我可跟你说 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们调查所 谁都脱不了干系 周先生 您看到那条小道了吗 你 严重往前走 用不到多久 就能走出海员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 好 等回来调查所 我马上就要林主任下令 把这海员翻个底朝天 好 你 谢谢观看